112年全國運動會在台南舉辦 而其中巴爾夫球競賽 從今天開始一連四天展開 沒有想到現在卻傳出插曲 傳出各縣市代表隊 在抵達球場之後才知道 原來下場練習甚至是比賽 選手是必須要自付場地費的 以一個選手來計算 必須要自付將近萬元的費用 讓選手跟領隊一聽相當錯愕 甚至還傳出有選手因此萌生了 想退賽的念頭 而對此台南市體育局隨即表示 引發爭議的是趕地 還有高爾夫球車等衍生費用 現在也決定會取額支付 選手們抵達球場 推桿練習展開暖身 上場正式比賽 爭取最高榮譽 卻傳出這場低費得自付 我就覺得奇怪了 十幾年來都沒有收到 從來不是這樣子 他自費去打拼 但是成績是記在縣市政府 從選手到領隊聽了 只喊沒道理 112年全國運動會 高爾夫球競賽 16號練習賽 17號開始為期四天正式比賽 日前縣市代表隊抵達 被告知不論練習還是比賽 都得自付費用 算下來每位選手必須自付 近萬元 前所未聞傳出有選手萌生退賽念頭 據悉本次舉辦的場地已經採購完成 引發爭議的是甘地高爾夫球車等 衍生費用 市府體育局聯繫之後承諾全額負擔 讓選手們安心比賽 記者黃富奇 台南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